這邊就是越南胡志明市最熱鬧的 檳城市場旁邊的夜市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的夜市 跟台灣很不一樣的 就是它吃的東西沒有很多 大部分都是賣日常用餅 還有一個最特別的就是 你有看到旁邊的機車一輛一輛來 巴巴聲也不斷 而這也是越南的特色 在熱鬧的街道上 外國臉孔相當多 而來到這裡當然也有必備辦手禮 回台灣都會買這三種 就是咖啡 腰果 跟干貝 而隱身在越南五光十色的第一大城裡 這棟小小公寓中 出現了一個熟悉的華人面孔 映入眼簾的是明亮乾淨的冰店 充滿設計感的裝潢擺飾 加上一碗碗配上新鮮水果的雪花冰 成為許多越南年輕人約會聊天的聖地 感覺很冷安 空間歇一片 感受得越來越少 能受死 都可以たい得嘗試 讓越南人大口大口嘗鮮 背後創業的是36歲的台灣人 劉濟飛 越南這地方跟我想像的其實不一樣 是一個很蓬勃發展的地方 然後現在正是十幾點 映然決然辭了年薪百萬的台干工作 砸下四百萬積蓄 一路走來也不是一帆風順 一个月第二个月 我记得那个时候 连我在内四个员工 那一天大概不到十个客人 就心里就很不安 就怎么办怎么办 不在远地踏步 而是积极研发新口味 也慢慢建立起客群 一天大概可以卖两百万吧 一个月有三十万左右 算台币的 在一年四季都是夏天的越南 刘云飞凭着一股冲劲 也为自己开出一条新商机 东森财经新闻 刘芷欣和坤源越南采访报导